前文再讀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转一眼 太阳西下 在外面巡落的青年飙下就绿绿绿绿地回来 报告说 只是在西南角就遇见四五个行人 情形有点可疑 跟踪了他的一段路 看着他们就进了路边一个村仔 在路口封了一阵 没见到他们再出来 那条村就叫做赵家驱 已经将情形和放哨的人说了 要他们注意了 到了黄昏 姜雨冲就请了岳俊昭 孟震阳就博在店房的雅面 遥望责人 跟着又派了几个人 在苦水埔前后里外都放了哨 又派几个好手 将崇江三杰 马氏湘虹等等的契换回来吃饭 其余的人吃饱了晚饭 准备好兵器 等二间一到 就跟随余建平去鬼门关附约 入黑的时候 陶炳烈急急地到外面回来 找余建平 胡曼江江将雨冲报告说 我先后 先托人去打听过古堡的业主 业主叫做邱靖府 现时不在这儿 这座古堡就荒废了很久了 以前就只有邱家的几户 穷本家在那儿住的 我们就问邱家的二房三房 他们都说 这个堡现在还空着一道 无出租 也没有借给人住的 我就告诉他听 现在确实有人住在这儿 邱家这几位少爷 竟然猛性性 完全不知的 就叫个管家来问 管家也说没人住的 我觉得这女儿必定有QK的 之后我就亲自找个管家 拉起他一遍 吓了他一轮 我说 你不要骗我 你知道不知 住在古堡里面的人 是一帮在海州作案的大厂 吓了他一轮 才吓出他的真话 果然不知姜姨的所料 这古堡的是由姓武的出面 说是他为了维修房屋 就找地方给他家请的泥水师傅住的 只是借一两个月而已 是私底下借的 估计姓武那个人 一定给了黑钱过那个管家的 原来姜雨冲 就要在古堡的业主身上 找出追查敌人终极的线索 先头是祝父陶炳烈去办 现在有结果回来了 胡曼光听到很高兴他说 借宝的人既然是姓武的 一定是子母神方武姓文 喂 我们是不是再托一桃爷 去武姓文那里闻呢 余剑平顶顶口说 不行了 武姓文那里已经被孟振阳 孟延底惊动了 并且徒然底 早就托了朋友暗中窥探 姜雨冲说 这手我们留住先 将来去到火云庄的时候再用 现在还是准时签约紧要 没错 没错 很快去 到了现在 就快要起程了 胡曼光着了一身转打 走出走入勤来勤去 坐都坐不定 那群青年镖客武士 早就装束可当了 余剑平到这阵时 才慢慢站起身 脱了长衫 换了一套卷装 将一把尼剑背在背后 将一串金钱镖放在三袋 老权师苏建明 就吩咐三个徒弟 出到大街巡邏 他自己也装好身 将一把短刀就拿着一手 对姜雨冲说 五爷 我这把刀 终于有六七年 没真的动过了 这阵时 重江三杰 马仕湘孔 和梁夫生 石鱼章聂 顶上三位标客 已经换班吃饭 吃完饭又撲出去 仍然是分几遍将古宝看着 在客店里面 余建平 姜雨冲 就带着海州捕拜通知了老板 先查登记簿 跟着就逐间房间盘查的客人 查过了 店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在上房的门口 掛着标局的字号灯 屋顶上面 就埋伏着岳俊超和孟震阳 在院子那里 也有好几位标客 坐一石灯上面 口粮喝茶 其实呢 是提防这些财人来窥探 习然棧 店内店外 戒避森严 就唯有店门 仍然是打开了 那个九股烟 桥某在房间坐不住 就走出去院子 和头梁那几个标客聊天 猛然间 清街外面 有个人粗声大气地叫 喂 醒如的 还不和我拉出来 还要等人抢你的路面 朝贸大气一惊 坐在石灯上面 清紧的欧联灰 左梦云理尚 同一啪声起身 只听见外面那个人 又在那里大声叫 醒如的 十二金钱 我是说你 不要在那装笼扮眼 还不出来 豈有此理 是不是要我进来抄你出来 朝贸 哎呀呀一声 掉头去 狗回到房间 大声地叫 余标头 余标头 监子来了 变外这几声叫喊 因为夜静登深 在房间里面 都听得清清楚楚 余建平 胡曼光 苏建明 金文木 姜宇聪 和所有的武师 当堂 说的耳朵 喂 听一下 他怎么只叫震帮 都见明白 咦 我怎么只真的 找到上门 金文木 听一下在地上喊 是啊 因为在屋顶上喊 在地下 在门口外面 那帮吊事发火了 胡曼光 大喝的声 骑到出来 头壳顶 泪尿 这么沙胆 一步冲出房门 几乎都 几乎几乎进入 来的 朝贸 撞到 姜宇聪 和苏建明 叫大家 不要乱 但是 已经有几个人 一蹬蹬声 走出去 大街 突然间 听见外面 一声 惨叫 有个人 受伤 跌在地上 余建平 吃了 怕 朝贸 大声 叫 姜宇 确实是我们的人 被飞炮子 杀了 话又未了 半空中 打一声 一度火光 由客舰屋顶 一直射到街上 同时听见 岳俊超大声叫 余大哥 快点出来 蓝色的火焰 好像一条火蛇 这样 杀时间冲开黑暗 前面几个人 仿佛见到 店门外面 三个人 已经打低 一个人影 余建平 胡孟刚 一个拿着尼剑 一个拿着铁牌 大大火人 从里面 闯出去 一边走一边 说 是哪位朋友 找我姓余的 姓余的 就在这儿 外面那三条人 已经开声了 有人叫师傅 有人叫余飘头 他们说 就这个衰宫 一个人 原来 挨打的是 敌人 打人的 是自己人 胡孟刚 大声叫 不管多少人都好 不要让他们走 那三个人回答 打得他跌在地下 现在 左梦魂 阮沛 唯一人 捉住他一只手 姜 只是非炮子的党羽 余建平 将宇冲一看 看他就不像 为什么呢 这个汉子 外表粗魯 看格也强壮 但是衣着 非常之 蓝楼 像是一个 担担 搵食的 小贩 没有支 光骨气 更没有 恶责 那些 强横 态度 他熬了两巴 竟然哭了 上来 猛的嘛 大爷要命啊 要命啊 不是我这么大胆 叫这些话 是胡二爷 给钱 请我来追债的 一听 就知道里面有古怪 姜宇冲 立刻 派了几个人 监视着四边 然后就押了 这个豆皮佬 进去客战丸子 审问他 那个豆皮佬说 嗯 今天就靠 有个胡二爷 胡二爷 那个胡二爷 叫做胡什么名字 叫做 叫做胡孟光 什么 就叫胡孟光 你说 你说 那个胡二爷 就给了三点钱我 叫我在二间之后 就去杂盐检 安顺点 福利点 你就独奸得在大门口 大声叫 说有个人 呼吁的 欠他债 躲在客店 不肯出来 但是呢 又不知道 住在哪间 客店 也不知道 他住在哪间房的 那个胡二爷 说 只要把我姜拥 那个人 堵到出来 我是再逼五秒前 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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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本来 不敢乱骂的 怕撞反 那个胡义爷说 不要紧的 你去到客战门口骂吧 有这么坏骂得这么坏 姓鱼那个人 杀出来的 到时 我就周着他 问他拿钱 他就估不到你的 小人想想 又是 小人就问他 三间客店 是由哪间骂起 他说 在杂盐检骂起 姓鱼那个人 多数都住在杂盐检 小人再三再四问他 骂到人出来 你一定在这儿 他说 我一定在这儿 我一定跟着你 小人一时贪心 他这几个个月前 和他来这儿 他就叫我乱骂 叫我有这么骂骂 骂这么骂 小人就不敢听他 怎么知我刚刚喊了两声 就被你们一块石头 挥过来 把肩膀都打伤了 十天八天 不担心 小人真的冤枉 小人本来就想小小声喊 握他几条前就了事 谁知又不行 他真的在后面跟着我 逼着我大声喊 余建平 胡孟刚 姜宇 我听到这儿 连望问他 那个人现在是哪儿 他立刻带着豆皮佬 走到大门口 有几个青年飘客 心急都上来 喇喇喇 分开两面 顺着大街搜索 但是苦水埔 这条大街 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 现在已经过了二间 街上行人稀小 真是一眼看光 胡孟刚说 哼 你这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 乱这么多来骗我们 喂 是不是飞炮子 叫你来的 姜宇聪对豆皮佬说 你到底叫什么名 是干什么的 那个豆皮佬说 小人叫做六亚三 才在本街买豆漿 姜宇聪立刻叫人 叫老板来问 谁知道老板已经 避开了 躲起了 于是就去叫几个伙计来问 那些伙计果然认得 这个是六亚三 那就是了 这个时候 突然间 听见半空中 砰一声 一道黄光 由镇外射到来大街 接着 在杂延棧屋井 也会飞起一道南光 一直射出的镇外 在半空中 砰砰砰砰砰 响起几声爆炸声 一直在谷顶上面的 岳俊超大声地叫 余大哥 谁知来了 余健平担高头看看 只见那一道南光 就落在镇外西北角 他立刻啪声跳进谷顶 岳俊超和孟振阳 就跟着走过来 余健平问 怎么知在哪里 一边问 双眼一边四围望 在西北边 不发觉有什么动静 这见正面 有七八眼红灯 忽上忽下地在游动 这个时候 胡曼光就跟着跳进屋顶 几个人定了眼 张望 余健平就指着红灯 问岳俊超 是不是那边 岳俊超说 先头在西北边 射了一支火箭过来 我就射了一支射焰箭过去 这七八眼红灯 是刚刚突然间出现的 余大哥 你看下 红灯过来苦水埔这边 你听下你听下 还有马蹄声 胡曼光听下 看下 他说 没错了 一定是点指来了 下次 快点迎上去 党员就跳回到地下 余健平就定很多 他派徒弟左梦云去叫姜宇冲来 一起仔细地看下红灯走动的线路 认定至少有十几个骑马的人 打着红灯笼 经过鬼门关的左边来 苦水埔 姜宇冲立刻集合所有的飙客武师 兵分两路 由东西两面镇口 上前认敌 朱大春就不肯留守 是都要带上他的狮子 黄元礼 和大家一起去赴会 没法子了 姜宇冲就唯有求苏健平 带他三个徒弟就留守 集言检大本营 苏健平也不肯留 大声吵着说 一间客检 以为留守做什么 不用了 姜宇冲就说 苏老前辈没法子 这两个海州暴敗 带上去是很不便的 实际的点子拿着来做把柄 你说留他们在客棧 确实又怕有什么意外 所以一定要留人保住他们 余健平对苏健明 心心作出的一话 苏老国 勉为其难 苏健明不出声了 盲禁定头 将到家会徒弟他说 回来 我们四个人回到看救口 谷起跑筛就走回客棧 姜宇冲也再留多几个人帮忙 这些就不说他了 话说余健平 胡曼光和姜宇冲 率领的一对人马 朱大春金文木的率领 另外一对人马分别由东西两路出发 很快就出到镇外 余健平这一路 出了镇直奔鬼门关 走走走 突然间听正西面的哨子 吹吹响 接着火箭就 冲天而起 胡曼光说 余大光你听听 正西面一定是贓人 和我们放手的人打起上来了 大家停住脚听下 果然听见有点呼喝声 和兵器撞击声 陶炳烈说 余标头 问那边走一样可以去鬼门关的 我们不如握过去看看 孟贤帝快点走 吉防元和孟贤阳就快马加边 就跟着声音的方向跑了去 余健平他就连忙 撥转马头跟着去 月暗声分 风摇影动 道路狭窄 两边都是杂柱立足 都挺险的 跑跑下 余健平见到跑在最前面那匹马 在青沙仗转角位那里 突然间整只像人一样站起来 第二匹马收不住姜 就冲过去马头 痴马尾 第二匹马 突然马头一低 打斜向旁边 飙过去 连临了 骑第一匹马 跑最前面的是 陶炳烈 当马受惊 站起来的时候 他脱蹬离安 跳了落地 有连跳几步就离开了一条路 没事 骑第一匹马 他是孟振扬 他的骑术本来就不是怎么能力 现在的马向前一蹤 就突然间打斜向旁边 飙 当场整个人坐不稳 另一声就打了落地 好就他轻功好 身轻如热 身在碰地 你咳咳 一个鲤鱼 打斜就跳起身 也没事 不过两匹马都跑去了 余建平 胡曼光急急吹马过来 问有没有事 后面的人也先后赶到来 陶炳烈大声喊 这里有埋伏 各位恩主 快点搜索一下 岳俊超拍马过来 拿出一支火箭 啪 阿正 发出一道南光 杂时之间将附近照到光了 有些人呢 带着孔明灯来 对了 连忙拉开党板 到处这样照 余建平一眼纳过去 见到那条路转过的地方 就被人挖了个大鲤 旁边有个大石就放正在路中心 马被大石一定要落鲤 胡曼光就说 运他的帐 又是那些狗策做的手帐 陶师傅 孔师傅 你们没有战落鲤啊 孔真阳说 不是不是 不关我鲤的事 我正说中了暗箭 是这件 你们快点来 接着大声哼 飞炮子好朋友 快点走出来 放暗箭算什么好汉啊 喊了几声 根本没人认 但只要客人走过来了 纷纷落马 手执没起 散开债金来搜索 姜宇冲想到个办法 将两三匹空马赶在一起 马在前人在后 进去青沙上里面争 余建平和胡曼光 就找到陶炳烈 孟真阳就检查一条路 检查一只马的伤势 两只马都已经找回来了 用孔明灯照着仔细检查 陶炳烈的马都没有受伤 孟真阳的马在马桃书 就刺着一只箭仔 孟真阳先头 就以为是埋伏在书的贾人 放暗箭 他猜错了 其实呢 是安在地下的伏脑 伏脑又叫做窩功 一检查 果然在沉的旁边 找到两把伏脑 岳俊超举了一盏孔明灯 站在马背上面 四围地望 过了阵他叫余劍平说 尼泰哥 你快点过来看一下 你看这几棵树 余劍平说 没错 我也有点怀疑 我就过去搜索一下 于是就跟胡孟光 岳俊超 孟振阳 陶炳 便走过去那几棵大树 那树 走到尼树十几丈远 就停住脚步 余劍平早就拿出暗器 是三个桶钱 但是距离太远 又是压风 前腰这么小这么轻 就怕打不到 岳俊超说 让我发这支箭先 因为他的箭 是用机关来射 力大可以射得远 他拿出两支蓝光蛇验 短箭扣上公然 他对胡孟光说 胡二哥 你帮我照着 从左边数第四棵树那边 才跟我仿佛 见到一条黑影的树井落来 余劍平说 是 我要好似见到 呛 岳俊超 只是虚拉一下公然 但是大树那边 肯定蹦一声 众标客齐声 喊 有人啊 只见在树上面 黑古力或一千日后 两团黑影 扔下来 拆啊拆啊 拆下这树啊 岳俊超放过第一条人影 等第二条人影出现的时候 射出一支蛇验箭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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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